大家好,我是阿龍 現在在整理這個地 這個坎這個,這個很刺人的 好幾個月沒整理那麼高 這個要戴手套,不然這刺人很厚 這次,我先把錢打開 我再是在柔子裡 我們要示範一下 踩鏡頭 在那裡,我們來補充一下 這部卡通的問題 還有,我照顧一下 唯一 打開 堅持雙刀 水 她說,有橘子 我把他拉两多 那兩波等一下要那個南薑挖一點來這邊魚栽來種 這邊再種一下這兩條追加出來 他現在進去裡面拿那個那邊旁邊還有一個南薑 他把他取出來,魚到那邊去種 這個種了一年多了啦 這個是砂糖菊齁 這個現在在開花了 很快要解脫了 這個要取這一兩排的出來種 旁邊這邊有一顆那個梅子 這個也種了一年多快兩年了 這麼大啦 剛好把這些整理掉 這個梅子就有空間發展 也不會阻礙他的生長 這個梅子已經挖起來了 這個就是南薑齁 所以等一下要把它切割啊 然後移栽啦 這個就是南薑 那這個挖的話 因為這個 這邊根在這邊 我們從旁邊這邊挖下去 才會直接 上到 那個 根 這邊旁邊砍一點 然後 然後把它塗一點架 然後再從這樣挖下深一點 然後再拉 往上拉 這樣子它就會 慢慢撞撞就會可以拉起來 這樣就還不會傷到 那邊看 才可以注意這起呀 好 2-3根 這個啊 這個 剛挖起來 它土稍微敲一敲比較好看 這樣看起來就 就看得到這樣 大概 適當的量就好啦 這樣從這樣切開 其實2-3根也可以啦 不一定要種的很密 這樣子取降就可以種 這個你看 就這樣子也可以啦 如果要再分開也可以啦 量夠的話 我就大概 像這個這樣子1根也可以啊 那因為它這個有土可以冒 這樣切開它就會再冒出來 像這個 大概放位置啦 不用太拆啦 適當的位置 差不多放4-4 差不多放4-4 可以看到下面這個 種體來很密喔 啊 這個就這樣大的距離 種出來就像 現在那個那麼密 所以說 也不要太密啦 稍微有點 這個啊 就剛冒出來 這個直接種下去 它就會生長起來 埋起來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要倒要倒 沒關係 這個割掉 那如果沒有要倒的話 留著就也沒有關係啦 它牙會從下面爆 那這個葉子 因為現在比較有雨水 這個葉子它不會乾 如果夏天的話 可能葉子它會乾 現在種不怕那葉子會乾掉 這個已經種下去了 把這個兩側的土再拉高一點就好了 拿拉高齁 修飾一下 它土不會太平 稍微高一點 那以後增長的肉 或採用衣服 它比較好 今天的南薑就種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